高雄其山区盐品路附近一家早餐店今早发生陈静女老板遭枪击事件 涉嫌行凶的是早餐店阮姓女员工的前夫肖姓男子阮女表示 今年元月她离婚前夫及四处向她周遭的有人放话 扬言对他们不利 没想到今早进持枪到早餐店第一枪打中老板娘没心 第二枪本来对准她索性卡弹才让她逃过一劫 这起枪击案发生在清早7点30分左右 当时早餐店内有两桌约屋 六名客人在店内工作的阮女表示 当时她正在肩蛋前夫持枪来店里对着老板娘呛声 你在摇摆什么不久就朝老板娘开了一枪 店内的客人吓得夺门而出 第二枪前夫把枪指向她 她也想逃但八台走到太窄 后来发现前夫的手枪似是卡弹 她才趁气死命逃离 阮女难过的说 她嫁来台湾13年 与老公相差13岁 育有一名小六个女儿 婚姻本来平顺 但近年她开大田牛喂业的丈夫 因涉嫌偷倒费器物招逮 失业付钱变得心理不平衡 很会迁怒别人 去年7月她回到越南家乡 与朋友合影的照片 破网 丈夫及怀疑她外遇 动辄拳打脚踢 她下的申请家暴 今年元月离婚 阮女表示 嫁来台湾后 皆是越南同乡的成姓老板娘 跟着她在早餐店工作约4年 离婚后 老板娘展现意气收留她 没想到一起前夫不满 多次到店里放话 要老板娘不能收留她 今早更开枪打人 意气帮助越南同乡的成姓女子 与妹妹都嫁来台湾 她在契山开早餐店 店内员工多进用越南及新著名 一起打拼 没想到这次受到吃鱼之殃 契山警分局侦查对案发后 全力追弃嫌犯 警方表示 陈姓女老板的枪伤 正中眉心送为福布 契山医院抢救后 转移大医院开刀清除子弹中 涉嫌开枪打伤前期早餐店 老板娘的消息男子做目前在淘 图翻设字脸书分享